今天早上淡水区公所在公巴防災公园 办理的108年度防災公园收容安置 继新名里防災社区士兵演练 区长表示最特别的部分是导入了企业防災的概念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配合于膳食区提供各类熟食 也充分体验到企业后援力量的成效 今年新名里也成立了淡水第三个自主防災社区 透过李明防灾编组于政府支援到达前进行自救演练 为了要在灾害来临时做好防灾及应变准备 今天上午淡水区公所在公巴防災公园办理108年度 防災公园收容安置继新名里防災社区士兵演练 包括了区公所新市国小区生及淡水分局 消防局卫生所自来水公司及淡水区清洁队等单位 总共有150人参与演练 今天的演练是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新名里的自主防災的演练 那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公所办的防災公园成立的相关的演练 那新名里是淡水第三个防災社区的成立 那他们之前其实已经受过相当多的信念 包括教授来跟他们上一些课程 那今天等于说是石兵的演练 希望借由那些课程的实践 让他们知道说真正的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去排除 区章表示演练项目有防災社区启动演练 以及灾民疏散撤离避难演练 防灾公园避难收容开设作业 而另外除了演练新名里 李明发挥自主防灾的精神 各编组认真操演各科项目之外 今年新名里也成立了淡水第三个自主防灾社区 透过李明的防灾编组 与政府支援到达之前就进行自救演练 因为从今年的一月开始 我们就开始在琢磨研究 如何去参与这次的活动 然后让它作为尽善尽美 在自主防灾演练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灾害来临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去救自己 然后不需要靠到政府单位 对这些国军机关的来辅助救助 让我们自己可以去救助我们自己 这个防灾公园有将近一万坪 那它可以收容将近到一千五百到两千人的 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 这些需要的收容的人民 那我们在收容的同时 我们不只是在饮食 在它的帐篷区 包括我们的相关的心灵护卫 相关的儿童的照顾等等 我们都有照顾到 区长表示最特别的就是导入企业防灾概念 与今年度签订防灾备忘录的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配合 与散石区提供各项的热食 也充分体验到企业作为防灾后援力量的成效 区长表示希望透过士兵参与 与整合相关部门的资源与资讯 提升各单位兼的动员救灾 收容安置并提升横向联系协调 快速的完全防灾公园开设 及收容安置准备 让民众可以得到最好的安聚 并且将灾损降到最低 记者许多安一 在最下方报道